最近几天川普不停的在各种场合说一个词 中国病毒 甚至把演讲稿中的冠状病毒划掉 改成中国病毒 这种污名化的称呼 连扮演绿剧人好客的演员都看不下去了 他在推特上批评川普 当你把病毒归咎于一整个种族时 你就是在煽动人们敌视他们 当你说出这些反科学政治言论时 你的一些追随者就开始成凶 并且以排外仇外的方式敌视这些人 突然想起一句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此时此刻恰如彼是彼刻 我们历来的新闻 无形之中给川普树立了一种脑子瓦特的形象 但是从这件事来看 川普的脑子清醒得很 他把冠状病毒说成中国病毒 明显是故意的 他在光明正大的树立假想敌 然后把美国疫情蔓延的锅甩出去 早在二月中上旬的时候 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理查德·伯尔森 就一直说美国疫情可防可控 一边抛掉大量股票 这个操作很熟悉 趁栽根头前赶紧跳车 美国疫情蔓延 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截至美东时间 20日19时 美国确诊兵力已经达到19101例 死亡244例 但以美国大规模隐瞒不报的尿性 这个肯定不是准确数字 到底应该往上翻多少倍 不好说 再加上美国股市数次垄断 川普的日子很不好过 短短两个月 他把几年来攒了人品 败掉一大半 窝落平方连雨夜 赶上困难就面对呗 偏偏今天又是选举年 一旦处理不好眼前的事 连任基本没戏了 川普能处理好吗 很难 那该怎么办 二战的老套路 破水东引呗 他需要给美国民众 树立一个假想敌 只有假想敌足够明显和强大 才能把民众的目光转移到别的地方 减轻对自己的指责 恰好冠状病毒是在中国首先爆发的 对于川普来说 这是个现成的理由 于是就有了中国病毒的说法 而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 越往后走得分越高 把欧美的表现捏成渣渣 这么一对比 有些人难免心理不平衡 所以在霍水东引的同时 必须要在舆论场给中国抹黑 把中国的形象向下拉一点 才能让美国显得不是太难看 可能在川普心中 虽然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程度还不大 可一旦中国的表现比美国更优秀 他的内心是绝不允许的 不论个人或者国家 霸主通常都是这种心态 川普树立假想敌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好处是甩锅 就像美国演员在推特上说的一样 只要他把病毒归咎于中国 那么种族歧视就煽动起来了 他的追随者必然会以排外的方式仇视中国 要知道不论在哪个国家 能判断是非的人永远是少数 大多数人口永远是单向信息的接收者 无良商家发广告 宣传自家的商品不错哦 有各种优点 好 我买 保健品公司搞集会 说老人吃了可以严年益寿 好 我吃 减肥大人说 按照我的方式一天能受使劲 不用节食 不用运动哦 太棒了 我信 川普在美国说 病毒是中国扩散出来的 一大批美国民众就信了 把原本针对川普的矛头转而指向中国 他可不是轻松了吗 第二个好处是团结民众 按照川普的逻辑向下旅 既然给美国民众找到所谓的敌人了 他们也把矛头指向中国了 但一盘散沙的民众是不成事的 民众需要一个领导者 谁是领导者 当然是川普同志 没有人比他更懂病毒了 于是川普会带着他的追随者们 在抹黑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只有把中国抹得越黑 川普的地位才更稳固 美国的民众才能更团结 这个办法古今中外是通用的 虽然再说川普 还是要回到我们 之前提到从明朝 驻战机时代 说我们正处于历史周期率中最好的时候 经济没有发展到顶方 社会存在一定的增量 普通人还有希望 没错 我们就是处于这样的上升期 当世界处于存量的时候 往往会在各国造就能力不等的凶主 世界也会陷于残酷的竞争 而这两件事我们都赶上了 国内确实是有增量的上升期 但世界已经处于存量的博弈级 之前的红利基本吃尽了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科技升级 世界经济和社会短时间内 不会有太大变化 于是国际博弈在近几年越演越烈 为了应付残酷的国际博弈 俄德中美 先后组建起强势政府 以强硬手段收拢国内资源和民心 各国的政治家也比前任高出一个档次 比如福大大和叶利钦 比如川普和奥巴马 比如默克尔和斯多德 就连隔壁小胖也是狠角色 不出意外的话 这批政治家必然是光耀史册的人物 犹如汉武帝和汉景帝的区别 也就是说大时代开幕了 这种变化反映到生活中 就是喜欢虽敬好的人越来越少 大家聊天的关键词 基本是国际正经川普俄罗斯 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进入百年未有变局的大时代 川普把冠状病毒说成中国病毒 就是残酷国际博弈的产物 而且这种事情将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 所以身处博弈的大时代 谁都没法逃避 我们只能硬起头皮迎上去 不退 大汉和匈奴争锋的号角 早已经在马一吹响 我们正在见证历史 我们下期见